稍微倒多一点点没有关系 因为要煎制的东西 好可以够了 我们把三文鱼 这时候要大火中火还是小火 中火就好了 因为土豆嘛 它毕竟有淀粉 很容易会焦掉 所以要保证它的整个的色泽 我们还是中火煎制 现在是中火 好在煎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个橄榄油 我们都看在兜到了旁边 我们把这个橄榄油 再取出来一些均匀的浇在 这个三文鱼的身上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出锅了 可以出 然后我们现在离开它 现在直接就可以直接放到 我们这个摆盘的这个里边了 是的 而且表面上还是有粗 脆脆的那种 对因为把这个土豆丝呢 我们已经完全是煎黄了 嗯 好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 土豆丁 然后土豆丁呢 刚才用我们这个剩下的油 稍微再煎一会儿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 简单的翻炒 简单的翻炒完之后 然后我们把多余多余的水 油分 一样 嗯 吸掉 然后试完油完之后 我们把 准备好的奶油 这样可以稍微再开火 倒进去的是先是牛奶 先是牛奶 先是牛奶 然后呢接下来是奶油 这个奶油呢非常的浓稠 哈 对 然后加少许的盐 这个时候这个土豆丁里边要加少许的盐 嗯 然后就可以稍微的 这个我们是要等它收汁 要变得粘稠吗 对 然后再加上芝士 我们这个稍微可以稍后一点没有关系 这个芝士等一下也会融化的 也会融化 因为经过高温 芝士毕竟也是奶自品 这里边呢 我们是先加了牛奶 然后呢放了奶油 接下来呢是放了芝士芝士片 把它切的大一点没关系 然后现在呢把火开的大 开大以后呢 让这个汁牛奶奶油还有芝士 充分融合之后呢和土豆混在一起 好 这个时候可以了哈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做的这道相见三位鱼 是小朋友老年人 中业人 青业人 就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 都非常的适合吃的一道菜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要进行这个摆盘的工序哈 是的 就是把刚才我们处理过的西兰花 放到土豆丁上 然后同样还有我们刚才处理过的这个小可爱 经过一般的细致的这个装盘之后呢 我们一到呢香煎三文鱼呢就已经完工了 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就像是一幅画一样 如果呢想了解制作过程的话呢 一起呢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香煎三文鱼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三文鱼柳土豆西兰花和芝士 调料是盐奶油和牛奶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制作方法 土豆切成丝加入两大勺的盐抓拌均匀 腌制入味用时将水沥干 锅里水烧开下入西兰花焯水 一分钟左右捞出下入土豆丁煮至成熟捞出 三文鱼切成片用土豆丝包裹起来 热锅热油下入锅中煎制土豆三文鱼 两面颜色焦黄起锅成盘 用鱼油将土豆丁也煎制上色 加入牛奶奶油盐和芝士片调味 差不多收汁即可起锅成盘了 三文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有效地降低血脂和血胆固醇 所含有的Omega-3脂肪酸更是脑部 视网膜及神经系统所必不可少的物质 有增强脑功能 预防视力减退的功效 更多精彩内容 请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了解完制作过程之后 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创意 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话 也可以播到我们屏幕上显示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从众多的朋友当中 选出每天前五位拨打电话的朋友 送出欧立威兰特级出榨橄榄油 这就是我们的奖品了 当然在这里要感谢小鱼 感谢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也要感谢奥立威兰特级出榨橄榄油 对本节目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